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表示很遗憾未能出席沉香如碎 沉香仲华的最后一期节目 但网络上流传着杨子诚意要一起录制节目的传闻 沉香如碎 沉香仲华已经完结 结局令广大网民不满意 因为英元和严丹都已经去世了 所以大家不仅认为钱花光了 而且还认为这个夏天和尘 祥夫妇一起度过的时间太长了 然而 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因为编剧缺乏情感 事实上 根据你的观点 可以看到戏剧的结局完全不同 英元为了天下 为了三界的和谐 献出了自己的祭品 这不是真的 它也代表了现实世界中 为我们推动事物发展的优秀人物 他们牺牲了小爱 是为了实现大爱 换取其他人的安宁生活 在最后的镜头中 世界在安详的歌舞 一种安宁的状态 其实 他也在讲述我们每一个人 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仙侠 据说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会有一些惊喜出现 我不确定这是常规剧集还是特别剧集 既然是惊喜 就一定有另一个结局 那个结局一定是幸福的 我期待着找出它是什么 大结局之夜当天 各大主创纷纷赶往北京 参加平台为大结局之夜举办的直播活动 诚意甚至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从工作室赶到北京 以便在下午清扫大楼 然后晚上继续直播 结束后就回北京了 我们尽快赶往机场 从那时起 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漫长的轮回 接机那天 诚意名声大噪 他的大批支持者到现场代替他拍照 有一次 他绕着公共场所走了一圈 诚意还为此向机场工作人员表示歉意 网上投诉欢瑞公司的人数减少了 诚意给公司带来了很多钱 他也没有说给他开VIP频道让他放松很多 也不至于让他的粉丝不管疫情都聚在一起 诚意为公司赚了不少钱 活动最后一晚 诚意、张瑞、李新泽、傅芳君、侯梦瑶都到了现场 不过杨子因为拍戏没能到场 上网的时间也极为有限 在向主要创作者致意后 他们做出了回应 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后 他急忙下线 直播活动中 诚意、张瑞等人的互动非常多 诚意也谈到了自己 表示没想到玄夜这个角色最受欢迎 还当着自己的面调侃了应远和唐州敌拜 应远和唐州杜拜都被诚意的评论给逗笑了 演出后 诚意似乎一直在关注网上其他地方网友的反馈 诚意其实不过是个模范青年 尽管传言相反 更详细的说 自《沉香香碎》上映以来 主创们并没有参与过真正的合作推广 看来谁有时间推广他就会这样做 此次直播也标志着诚意和杨子的第二次交流 由于该节目的独家直播和这两个场合 给人的印象是该节目欠观众一个真正的宣传活动 看看会不会有庆功宴 就像《星光灿烂》里那样 但我想这会很困难 因为艺人的日程不能一起调整 既然作品已经收尾了 如果以后能看到联合主创的机会 就看会不会有庆功宴了 此外 诚意和杨子从头到尾都缺乏对CP如何营销的整体理解 杨子和诚意的演技功不可没 他们共同主演的《沉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现在杨子已经赶到现场就场 我很感谢他这么做 看到他和诚意玩得这么多 我很惊讶 《沉香如碎屑》的比喻广为流传 我相信杨子和诚意总有一天会有合作的机会 我很期待这件事的发生 最近的报道显示 杨子很快就会录制 尽管杨子目前并没有参加这次直播 你好星期六的日期是9月6日和7日 诚意也会在那里 杨子起初受邀作为常驻嘉宾 出演你好星期六 所以只要他不急着拍 他就会回节目录制 如果诚意也去的话 不知道剧组有没有打算让他们两个一起去 构建相框的主题怎么样 作品已经完成 意味着此时不再需要宣传 还有传言说 由诚意主演的湖南卫视底线即将上映 这一次诚意去录节目不是为了沉香 而是为了宣传即将上映的电视剧 因为是两天的时间记录下来的 难道紫和诚意是交错的 6日和7日必须通过 才能解决任何悬念 让我们看看他们两个的时间表 好吗 尽管如此 我还是没有放弃希望这两人 有朝一日能够见面的希望 因为我认为这是让每个人 都觉得这出戏圆满解决的最好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